3.2.2 C ойep 唐太宗時期的福建女子花木蘭 對戰上西途爵落跑王子的未婦復仇妓 搭配上途爵神話始祖先郎女巫的神助攻 哈囉大家好,我是Dala Samuel 歡迎來到Samuel的歷史小教室 迪士尼電影花木蘭的真人版預告片終於釋出了 原本是預定去年的11月就要上映 結果被什麼鬼無淘前推到了明年三月底 而且電影版還大改劇本 加強的歷史人數 將時代背景轉移到我們的大唐盛世 唐太宗的爭官年間 這讓我非常的期待 把花木蘭列為公主系列的美國人 可以當爽片看看就好 但我希望能夠藉由這部影片 來幫助有中華文化素養的各位 了解這部花木蘭光是人物的設定 就有非常充足的歷史考究以及發揮的背景 還原歷史之餘以來比較下與原版動畫的差異 目前官方所釋出的除了預告片外還有casting 這次修正的bug主要有花木蘭的姓氏 從原本的粵語髮改為普通話的花 時代設定則由原本的漢朝移至唐朝 所以原本的修奴禪魚變成了圖爵克韓 都是北方的遊牧民族 也有說匈奴就是突厥的祖先 這到後面再來慢慢跟大家介紹 先來為大家介紹我所整理出來的時代背景 根據casting的兩位角色唐太宗與布里克恩 我推測這是唐太宗爭觀2-16年間所發生的故事 克韓是北方遊牧民族建立的韓國的首領稱謂 相當於中國進入帝國時期前的王國 君主稱作王 例如齊宣王、楚懷王 布里克恩是歷史上西突厥韓國 可薩布統治者的兒子布里社 這個社就是當時民族部落的監督管理者 再上還有管理附屬國的職稱叫做葉戶 也就是相當於殖民地的總督 最高就是克韓 而以上就是突厥人基本的宗族分封制度 所以電影裡的布里克恩這個角色 是已經爬到克韓的位置了 雖然歷史並未記載 但爭觀2年時 他叔叔也就是西突厥克韓被暗殺 國內大亂 當時剛征戰亞美尼亞回來的布里 聽到叔公殺了叔叔自立 肯定會滅其宗族泄脈 頭也不回地跑到中亞消失於歷史上 西突厥內鬥導致國力衰弱 部署國紛紛獨立 可薩人也不堪其擾往更西方遷徙 或許是找到了落跑王子布里社 可薩人擁立布里社為克韓 建立了可薩韓國 而在公元6到8世紀這之間 可薩韓國的君主是屍宰的 再加上電影的描述 布里是為父報仇而入侵大唐帝國 這也正好應對了正史上 布里社他老爸出使大唐而失踪的事件 所以對於迪士尼的角色 布里格安我認為是完全經過深思熟慮 去腦補這段遺漏劇情的 再來是我最愛的女星 也是最期待的角色 拱立所飾演的大反派銀郎 後來不知道為何官方又改為銀娘 一位與布里格安聯手進攻大唐的女巫 你可能聽到會覺得很像什麼X戰警的虛幻人物 想用些動畫特效然後又搞得很穿越不倫不類 但其實我得幫他們說話了 因為其實圖爵人在歷史文獻上的來人是這樣子的 圖爵者蓋兇奴這別種也 姓阿史那是 後被鄰國所迫 靜滅其族 有一小兒年且十歲 兵賤其小不忍殺之 但是把他斬斬手腳丟進濕地中等死 有母郎將他未養長大後來交和生子 生出來的十個孩子都各有姓氏自成部落 最西圖爵自立時便授與這十足的首領各一隻劍 因此西圖爵又名十劍韓國以狼為始祖 而始祖中最尊貴的阿史那氏便是以這母郎的名字為姓氏 反派角色布里格安在圖爵語中就是灰狼的意思 他們信仰常升天 但又有薩滿的烏教色彩 女祭司能行占卜、附身、招魂、古毒等 同時也有祖靈信仰習慣的圖爵人們 將女祭司稱作仙郎也是非常合理 接著是我自己的幾點大膽猜測 唐伯虎點秋香的華夫人這次化身為黑魔女 放開! 你永遠不會把家庭帶給你 就算你打扮得再漂亮 也只能丟人現眼 按照她的侍女穿著不可能是民間媒婆 而應該是官邦邦民間或官隆門閥間 婚配的媒人 我覺得有可能會改編成 木蘭因為太優秀被選上與圖爵人和親 因為歷史上真正的Bully失蹤時 西圖爵兩個可汗爭奪著要跟大唐和親 我認為順著這個時代背景會挺有看頭的 不然木蘭怎麼會被稱讚還要逃婚叢君呢 另外我認為動畫版收奴入侵皇宮這段應該會被刪減 畢竟唐太宗時期 兵力弱到這種程度應該是不太可能的 如果真的演出來 無非是對歷史的不尊重更是種污蔑 最後也跟大家科普下一些電影版中的既定事實 動畫版的首部神木須將會以鳳凰呈現 陷入巫蟋蟀也會出現 因為有配音員在casting裡面 另外當然也不會有虛構的將領李翔 目前角色表的commander Tom有兩種可能 一是爭官二年間就併僱的鮮卑族大將曲土通 二是唐太宗時期正直壯年大破東途絕對唐簡 你們覺得曾子丹會演出以上哪位呢 當然這次木蘭也不會勾搭上長官 而是愛情電影公式中先互相討厭 到後來才知道 喔原來他就是真愛的新角色陳鴻輝 而軍中好基友阿寧阿瑤以及金寶三位都會在 然後以前的經典音樂會當作配樂播放 我真的還是忍不住想要吐槽一下 影片中的五層土樓送在城牆都沒有那麼高耶 而且這次的演員真的很棒有席大大作證 雖然胡婷婷永遠都是我心目中的花木蘭 最後再給大家一個以上的小總結 唐太宗時期的福建女子花木蘭 對戰上西途絕落跑王子的未復復仇記 搭配上途絕神話始祖仙狼女巫的神助攻 後面就不知道了 這次迪士尼無論對美術或歷史考究都非常用心 如果大家都能看到電影團隊背後所付出的心血 給予一些具體的feedback 無論是正負面或提出疑慮 我相信都會成為促進對方進一步的動力 就像我花了好幾天的時間研究其歷史脈絡 才也只能夠講這幾分鐘而已 而且人家也是花了大錢來請歷史顧問考古達 希望大家都能當個有文化素養的人 不要再擰壓社會的現代還以為什麼自己的祖先 是穿著西裝或修身旗袍的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開小鈴鐺 然後分享給你那些木蘭迷的朋友 我是Taba Samuel 我們下次見